刚才有那种泪茶疼那样的朋友 咱给准备个什么样的茶 那就是淤蜜 由于肝气淤结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小茶饮 这个茶饮 这就是中医的解淤通便茶 这是几味药 这一共是四味药 这里边是不是肯定有解淤的药 你看这个我认识 这是白勺吧 这个是不是就是负责 解我们这个干淤的呢 真正解干淤的 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解干淤的 那么在解干淤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药物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它有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柴虎 疏干解淤 调畅气急 白勺呢养干血 一般的来说干血虚的人 容易出现干气淤 柴虎疏干解淤的同时 一定要配合白勺 指食这味药呢 通大肠 形气破洁通大肠 这干草 补中气 补脾胃之气 然后调和毒药 这个方子呢 是其实啊 是中医的一个 经典的方子 叫斯逆散 我给它变化一下 就能够起到通变的作用 效果非常好 原方这个剂量啊 是一比一的比例 都是十颗就行 现在的如果要是这种 气淤导致的便秘 大便和干解的话 尽量就稍微的变一下 柴虎十颗 白勺二十颗 紫食十五颗 制干炒十颗 也是用水煮吗 这个得用水煮 用水煮 正常的煎煮 半个小时 先泡后煮 开锅之后半个小时 再下锅 这是一天的量 早一次晚一次喝 也是喝七天 喝七天 先看一看 然后如果效果好 再吃七天就可以了 这个方子 不易吃的时间太长 这个方子吃完之后 一方面是便秘能够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人的情绪能很好 如果以后要是情绪再不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 再把这个方子再捡起来 再吃一吃 再吃一周到两周就可以了